观看本机前视频的友情提示 不建议个人出于任何目的尝试使用野生蘑菇 提到蘑菇就是绕不开云南人 据说每年七八月份是云南生死存亡的时日 因为谁都无法阻拦他们上山踩野君子的步伐 于是每年总能传出各种云南人吃君子中毒的离奇症状 有的能看见各种小人蹦迪 有的能看见满天全都是五颜六色的小精灵 还和自己说话 有的是看到一堆兔子和松鼠想要上来啃自己吓得睡不着觉 还有的吃完还在那跳舞狂笑不起 吃蘑菇中毒真的会产生幻解吗 而这些毒蘑菇运势如何演化出杀伤力不大却能致幻的物质 他们演化出致幻的效果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这期我们就来聊聊云南的致幻菇 我们知道蘑菇在生物分类学上属于跟动物植物并列的真菌界 是一种大型真菌的子实体 就是专门用来繁殖的器官 他们生命周期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地下度过 钻出地表唯一的目的就是将成熟的包子散发出去 为了有效传播延续基因 一个小小的蘑菇所产生的包子约有15到16个亿 有专家预估在地球上存在16万种蘑菇 其中有名字的约16000种 有毒的蘑菇有1000多种 可以对人类造成死亡威胁的蘑菇有40多种 其中分布在我国的毒蘑菇有435种 具有神经置换作用的蘑菇有100多种 根据置换成分的不同这些毒蘑菇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置换菇的主要置换成分是裸钙菇素 包括裸钙散鼠 班折散鼠 锥盖散鼠 和裸散鼠四个鼠 总计约200多种 裸钙菇素又名赛洛西斌 光盖菇素 裸头草茧 其中毒机制类似于著名的置换剂LSD 根据研究表明 100克的裸钙菇素和1毫克的LSD的药效相当 中毒特征除了呕吐腹泻外 包括不限于唱歌、跳舞、狂笑、行动目纹 胡言乱语、昏迷、精神错乱以及瞳孔放大 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 胶感神经兴奋症状 其中较为出名的就是日本发现的 能使人大笑不止的大笑菌 玄明菊黄裸散 菌盖成黄色或者成红色 中部有红色鳞片 目前我国分布的含有裸钙菇素的蘑菇有十多种 如粪生花褶散、中型花褶散、粪生裸钙散等 另一种置换菇是鹅膏菇素 这里最著名的便是独营伞 独营伞学名独营鹅膏菌 能捕杀苍蝇 它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红色菌盖上有密密麻麻的白点 这种高调的长相对昆虫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但对于人类来说更像是一种警告 但... 曾有些不怕死的家伙会去尝试 比如一位美国的银行家兼真菌学家发烧友 就曾经分享过吃独营伞的感受 在半睡的状态下人会出现彩色的幻觉 醒后情绪激昂 觉得自己力大无穷 很重的东西都能轻松地举起来 这种兴奋的状态可以持续三到四个小时 据说有没有麻辣维克能更大的蘑菇 另外一类致患效果较为温和的蘑菇是牛肝菌属 如已经证明中毒后会出现小人国患症的 粉盖牛肝菌 华丽牛肝菌等 粉盖牛肝菌俗称剑手青 菌肉压伤或者是手碰到之后就会变成电蓝色 剑手青虽被列为有毒蘑菇 但在充分烹饪后是可以使用的 而且味道极佳 只是不少人因为使用过多 或者是烹饪不熟而引起中毒 我国南方蘑菇中毒出现幻觉最多的案例 多半是他热的货 曾有位云南老人年年中毒年年吃 后来才知道他是有一次偶然吃到 没炒熟的剑手青产生幻觉 看见去世多年的女儿回家了 在这之后老人每年都会买剑手青 特意以半生不熟的状态吃掉 只为借其幻觉看看女儿 那么小小的蘑菇为什么会演化出 如此复杂的置换成分 据 上的一篇文章指出 蘑菇发展出置换成分 很大可能是为了抵御那些 以真菌为食的昆虫 因为这些置换成分 不仅能干扰人类的神经传递 也同样能作用在昆虫身上 如裸钙菇素能抑制苍蝇的神经传递物 直接丧失食欲 从而自身避免被苍蝇吃掉 但也有说法是 蘑菇演化出置换成分 是为了干扰昆虫的脑袋 使其不能正常运作 从而获取更多的食物 例如白蚁和蘑菇 都是以腐朽原木和腐烂的树叶为食 但蘑菇含有的裸钙菇素 能让白蚁成为行尸走肉 从而忘了争夺食物 更令人惊悚的是一种叫做 的蝉类寄生蘑菇 会利用裸钙菇素来控制周期蝉 成为只知道交配的僵尸 在交配的过程中 真菌会通过孢子 传递到蝉同伴的体内 从而达到繁衍的目的 被真菌感染的周期蝉 腹部也会慢慢变白 丧失繁殖能力并最终死亡 从这个角度而言 智患菇堪比科幻片里的异形 不过好在他们还没对 人类的大脑发起攻击 不过 那天如果到了 别 最后来解决一下疑难杂症 有网友看了这么个视频 好奇这个几乎全白的猴子叫啥 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样跳舞 视频里这个毛色基本全白 只有头顶四肢和身体两侧为褐色的猴子 学名叫维士免狐猴 作为树气动物的维士免狐猴 因为气息地遭到破坏 树木变得稀疏 这就导致他们不能在树林间随意穿梭 只能用两条腿在地面上横着跳 跳到另一片树林 由于脊椎并不发达 所以他们跳跃的时候免不了摇摇晃晃 而且他们手无足蹈的样子 其实是为了保持平衡不摔倒而已 如今维士免狐猴已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 鼠疫为物种 马达加斯加是维士免狐猴的最后避难所 若是连这里都不能让他们继续繁衍下去 那他们的未来真的很令人堪忧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关注收藏评论点赞哦